雅客家族在戰爭雷霆中是一個非常強勢的存在 尤其是雅客3的表現也最為出色 也是蘇聯二戰時期肌肉性最好、火力最強的戰鬥機 雅客3 VK07是一架位於蘇聯世界分防5.7的戰鬥機 這遊戲裡面經歷了幾次大砍 導致駕馭他需要更高的技術 所以今天我就要來講解如何駕馭VK107 首先看到他來的武裝 VK07裝備兩挺B20機砲 彈道跟傷害都非常的優秀 彈藥一挺著120發非常的少 所以你需要成為一名優秀的蘇聯距離手 我相信蘇聯空軍玩家都沒有這個問題 但如果是美國玩家就可要多注意了 在飛他的時候呢千萬不能夠亂噴灑彈藥 一般他打了兩架最多三架的時候 飛機彈藥就光了 如果準度還不夠也請不要拿他來打紅炸機 否則他沒掉下來你也要回機場了 接下來要講他的彈鏈 總共有默認、通用、對地、衣光、穿甲、逆中這五種 推薦使用、通用、對地、逆中這三種 逆中彈鏈的傷害效果也是比較好的 彈道教會建議距離選擇400 性能方面 VK07的加速度、爬升、機動都是非常優秀的 滾轉上可 先講到速度 在M107A引擎超大馬力的加持下 速度是有如火箭般的存在 然而極速非常的低 700公里紅錶、740公里拉斷 在以極速脫離時非常獨立 一般最大速度控制在650公里左右 就不會有速機動拉斷的風險 對了 要注意引擎很容易燒蓋水 平常沒事不要一直壓制W 爬升方面絕對是超級 擁有23.6公尺每秒的超高爬升率 可以在短時間內快速爬升 或是從到高速脫離 再來是機動 兩顆系列在機動畫面一直都不錯 VK17在殘斗中對抗美德系 可以以機動勝出 但如果是與噴火和日本機殘斗 就需要比較高超的技巧才能落下來 甚至可能會落輸 作戰空域為低空至中空 初戀飛機的狼王病就是 低空克藥、高空武力 不要常去高空跟美德系飛機玩耍 會被揍得團團轉 在保護方面 在前方駕駛沒有防彈玻璃 對頭時要小心 VK17的機體也十分不耐打 被打著了基本上沒過多久就會直接被拆掉 雅克山的兩體機炮位於基地處 準度非常自豪 對頭時越在1.4公里處開始點射 1公里時拉開 在戰鬥中靈活的運用高度與速度優勢 就是VK17的自勝手段